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 赵丽颖,渴望成为巩俐一样的影星 赵丽颖渴望成为巩俐一样的影星 赵丽颖在节目《可凡倾听》中表示,她渴望成为巩俐和杨子琼 她们的能量是如此强大,可以赋予她无限的力量,让她觉得做这样的人是有意义的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角色的塑造,给观众带来新的认知 赵丽颖,一个充满活力和才华的中国女演员,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一直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在节目《可凡倾听》中表达了自己对两位著名女演员巩俐和杨子琼的崇敬之情 并希望能成为像她们一样强大的影星 赵丽颖表示,巩俐和杨子琼的能量是如此强大 她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表演赋予角色无限的力量 让观众觉得做这样的人是有意义的 她认为,这两位女演员的表演不仅让她们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代表性人物 还给其他演员带来了无限的力量和启示 巩俐和杨子琼的表演风格各具特色,但都以真实,深入人心著称 巩俐在电影《红高亮》中的表演 将就有这个角色的坚强、聪明和勇敢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了她的内心世界 而杨子琼则在《卧虎藏龙》中饰演的于秀莲一角 展现了她身后的武术功底和出色的表演才华 赵丽颖表示,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角色的塑造 成为像巩俐和杨子琼一样的演员 给观众带来新的认知 她相信,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才能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演员 赵丽颖的坦诚和谦虚让人感到敬佩 她不仅拥有出色的外表 还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 她的职业精神和演技已经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相信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她将继续闪耀 作为演员,赵丽颖渴望在表演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给观众带来不同的体验 这种自我挑战和追求的精神 正是她成为优秀演员的重要素质之一 她表示,自己会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成为一名更好的演员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故事 巩俐和杨子琼的表演风格和演艺经历 对赵丽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成功经历和表演才华 成为了赵丽颖追求卓越的榜样和动力 在赵丽颖看来 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的追求 赵丽颖表示 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 包括扎实的演技,敏锐的观察力,真实的表现力等等 而这些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她相信,只有不断地挑战自己,超越自己 才能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赵丽颖的坦诚和谦虚不仅让人感到敬佩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演员所应该具备的品质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追求 诠释了一个演员应有的职业精神和艺术追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赵丽颖将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故事 总之 赵丽颖渴望成为龚丽和杨子琼一样的影星 不仅体现了她对这两位著名女演员的崇敬之情 也展现了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诠释了一个演员应有的职业精神和艺术追求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赵丽颖将继续闪耀在演艺事业上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故事 赵丽颖